你做完之後 那個手動設施還要做啊 不然還是有BUG 對 它只能確保某些CASE是OK而已 對 那我最喜歡的一個TALK就是這個 糖包 耗素Component Test 然後用糖包 小融糖包來舉例這個 因為它 它跟我一直在推廣的一個 一個程式架構 其實 其實 有一曲同中之妙 對 那接下來我就是稍微 因為不是所有人都看過這個TALK 雖然它是一個Lighting TALK 對 但是我稍微警戒一下好了 那就是有個Google 測試工程的時候說 它在多年前吃過一個小籠包 但是發現 哇 怎麼這次吃的 跟上次吃的感覺差那麼多 這是怎麼那麼難吃 上次它其實很好吃 所以說它去問老闆說 誒 這是品質怎麼那麼差 老闆就回家說 有時候好 有時候壞啊 對啊 就跟我們麻痹血都在扣一樣 對 有時候好 有時候壞 好 那它想說 誒 既然它專業是測試 那 何不來就是 誒 嘗試去幫這個小籠包去寫 去做一些測試的東西 然後去分析它 怎麼讓它品質更好 對 它就列出了說 它覺得一個好的小籠包 高品質的小籠包應該要哪些功能 所以它看到 我們看到左邊 左邊這些就是類似它的功能 就是說它要 save to eat 就是要自然安全 然後可以很簡單的吃 然後要好吃 對 然後要漂亮 長得要漂亮 就是它覺得是一個品質不錯的小籠包 那它就說 誒 如果我們要怎麼安全呢 吃要怎麼安全呢 它就說它要煮 而且要煮熟 煮夠熟 而且要就是溫度夠高 把細菱殺掉 所以它右邊就有說 誒 它希望達到的 spec 標準是什麼 所以說 它說180度 就算是完成這個酷的 就是安全標準 然後或者是 它的重量 它不能太重 對不對 所以說 它要差不多在這個重量 它覺得是OK的 或是可以簡單的把它夾起來 然後你的皮不能破掉 就是它把每一個它的需求 列成一個spec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這個我們 常常在開發之後 很少做這個動作 就把spec列出來 因為有spec 我們才知道我們要去驗證些什麼 對 所以說它spec列出來之後 那它還要去想說 誒 有這個spec 那我要怎麼去驗證它 驗證說 這個spec有達到要求 所以說 在這個組的需求裡面 它說要到180度 所以它驗證方法就是 當剛出爐的時候 我馬上去測它的溫度 有達到180度 我就覺得它符合標準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它認為要有一個小龍湯包摺18折 然後整個形狀才漂亮的 那它怎麼驗證 出來的時候 它去數那個幾個折數 幾個折數 對 只要符合這個18折 就算通過 所以說這個整個小龍湯包 其實有這麼多的步驟 那它把它整個流程列出來 整個流程列出來 上面有個湯 以及肉 肉大塊 它要分成一小塊 並且要混合 它有看Spec是什麼 7比3 然後下面是餅皮 那個麵皮 麵粉皮 那它有skin之後 再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 那要折18折之後 要煮完之後 它再端上桌 OK 每個流程 每個流程 那它就開始 根據每個流程 去依照它的Spec 去做檢驗 OK 我們如果從源頭說 我們有一大塊肉 一大塊湯 湯丼 然後還有麵粉皮 然後就直接 就直接到底 看這小籠包 符符符的規格的話 那其實也太多便盈了 所以說它一步一步來 所以說第一步 第一步是什麼 我們把肉塊 以及它的湯 湯丼吧 湯果丼 然後混合 所以它Spec開始 3比7 對 所以說我們在第一步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 Unit Test 去驗證說 欸 湯是不是 差不多30% 肉是不是70% 對 X Y 去驗證它對不對 那我再舉 它舉的第二個例子就是混 就是把它包起來這個步驟 包起來這個步驟 就是說 它Spec定18 18折 那我們敘述看有沒有18折 去驗證它 這樣 那其實這個 這個概念 大家都覺得 欸其實很簡單 但是 欸為什麼我們寫成是沒有這樣去 一步一步去 check 我們每一道程序呢 OK 那 那我們嘗試在我們APP做做看好不好 好 那我現在就稍微舉一個例子 就是現在是比較 general 就是一般 一般我們APP會發生情境 長什麼樣子 OK 那 我這邊有用一點 MVP架構 那這在場 各位應該都 都對這個結構 這個Pattern了解 MVP 就是 View跟Model中間有個 Presenter 去把它做隔離這樣 好 那我們這樣一步一步來看這個 這張圖 那 當我們手機使用者去 touch 我們的螢幕的時候 其實我們手機會接收到這個 view的事件 那事件其實我們有些 UI邏輯要做 對不對 就是譬如說 欸 touch哪一個 哪一個view 那這個view是什麼view 那我們要做一些什麼事 然後 揭取上面資料 OK 之後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事件去 去呼叫這個Presenter去幫我們做 如果你有依照這個MVP的結構的話 我們就去呼叫Presenter去做 那Presenter就會根據這個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進來 進來之後 他有哪幾個Model負責 所以說他就負責說 欸我去讓Model去執行 執行完之後 他的callback之後 我再去更新畫面 更新view 所以說欸我事件進來之後 那Model在執行之後 他可能會呼叫一些API或EP OK呼叫 然後API回來之後 我們要去解析他的結果 解析結果之後 我們可能還要再跑一段邏輯 之後 給Presenter Presenter就負責去 去處理一些顯示方面的邏輯 然後去通知view去更新畫面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 看到我們結果 這個其實就是 嗯 不敢說是所有 但是他部分基本上APP 就差不多是這個流程 好 那這個流程上面 我們可不可以像剛剛一樣 我們切一塊一塊來看 其實可以了 那我們先從API這一塊來看 我們去呼叫API這一塊 那我會覺得奇怪 API 跟我們APP有什麼 API不都 就是我們只是借他API 那麼要測什麼 API 對 那個API壞掉 那個是12個專事 不敢我們是 所以說 票票轉走 票票公說 但是 某些部分的話 我們在call API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有邏輯在裡面 就是 當我們去 為 input 給我們API的時候 以及 API 回傳回來 他會有個人 譬如說 你用counter type版的json OK 會有json格式的問題 那我們必須去驗證 就是說 當這個json pass成 我們的model class 的時候 這個 這邊的邏輯是對的 因為 API最常出現的問題是說 他們的json for mac 可能會變 或者他們的那個 屬性的key值 可能還多一個s 少一個s 然後就 debug 抵好久 到底為什麼 找不到值這樣 所以說其實我們 在API部分的單元測試的話 其實 我們 不需要去驗證說 他回傳內容 符不符合邏輯 但是我們需要驗證說 他回來格式 符不符合我們版本 對不對 對 所以說我們在這邊的 unit test 我們應該做這件事 就是說 我們要去確保 我們的input 符合設備要求 然後回來的格式 符合預期 OK 那如何驗證呢 就是說 我們輸入資料 要打API 要能夠成功就好 我不管內容是什麼 但是我要可以 server learn 這個東西 然後 以及return的值的話 我要確保 我json都讀得到值 然後轉成我的model class 裡面我該有的值都要有 這樣就夠了 好 那API這邊我們處理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model這一層 model這一層的話 我們 我們要驗證什麼 那當然就是我們主要業務邏輯 我們應該把全部 籌到model這邊 然後去 單元測試它 那這個部分問題就不太多 因為 因為 它面對頂多是API 把API抽象掉這樣 所以說它是 主要是測試這個業務邏輯 還有就是我們可能一個系統狀態 就是 因為 因為我們程式運行的過程中 不像State Machine 就是它會有一些狀態 那我們需要測試 不同狀態之間的 那就是 一般的單元測試 Input Output 我想 一般RD這個 如果有在做測試的話 這是最基本的 對 那 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們不呼叫API 所以說我們要就是 用一些Mark的動作 然後 並 並 為資料是 模擬的API Return回來 這些 model class 這邊如果不太懂的東西 後面有 有範例 我會demo 對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 大家不要陌生 Presenter 它到底在做什麼 那我這邊有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說 其實Presenter就是一個 Future的高階的抽象 對 它接收什麼 它接收是一個功能事件 譬如說你的UI很花 那你最後有個 最後那個 譬如說我現在我要加 有一個APP 是活動APP 我要加一個活動 那 你最後那個 那個 活動的那個動作 就是對它講 你可能中間有很多UI 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你最後那個動作的時候 就是對這個 譬如說這樣 那當然這根據你的設計 不同 會有不同 你對它定義不同 對 好 那主要驗證就是 我接收Vue來的 功能性事件 那 這個功能可能 跟多個model有關 我去把這個功能去 我也派給多個model去做 然後最後model全部做完之後 我去更新我的view 更新我的畫面 對 那怎麼驗證呢 就是簡單講就是 把viewmark 把modelmark 然後就可以去 單元測試這個presenter部分 那最後這個 最麻煩的 那最後這個 這UI UI 那要怎麼測 對 那 UI我們主要 主要測的東西是什麼 主要但是說 我們 我們去touch這個螢幕 說它要有反應 所以說基本上 我們要能夠接收到事件 OK 那我們也要 也要 接收事件之後 我們委派給presenter去 去處理之後 presenter最後會給我們一個結果 結果 結果可能是好 結果可能是壞 可能有五種結果 就是說我UI要測什麼 我在UI測 只是說 我有沒有正確把事件 傳給我的presenter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當presenter回來的五種情況的話 我顯示了對不對 其實 我只要驗證這些就好 其實我不需要跑 一拖拉庫的邏輯 我不需要 不需要打到API 我 我只要去模擬 你這五種情況就好 我就可以知道我UI 就不對 對 所以這是UI test的主要 我們要驗證的地方 好 那接下來我會舉個範例 OK 那這 前陣子我現在參與的一個專案 它算是有點 譬如我們公司的一個產品 但是它是比較屬於start out 現在還在探索一些需求部分 就是還在開發階段 還在探索需求 但是雖然在上面已經找到了 現在在收集一些資料 然後持續改清部分 還有citymap這樣 好 我就拿它 因為它是已經可以 已經算上線的APP 然後我也有參與在裡面 然後我就拿它做例子 對 這個APP其實就是 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 以活動 就是可能有很多活動 做基礎 然後 我們用我們的興趣去找活動 然後就看到一些 找一些自從道德的人 然後一起去參加活動 一起去交朋友 大概重置是這樣 這個APP說實在 邏輯其實不複雜 邏輯不複雜 但是 莫名其妙有個史詞 對 它登錄的異常複雜 那個PO也不知道在堅持什麼 但是 對 我們做這種工程師的職能 是 你要大便 好 不用大便 沒有 就是 對 那我稍微說 說明一下它為什麼 史詞節登錄 就是譬如說 我們在第一頁 我們按臉書登錄之後 我們第一步 我們要先電話驗證 好 電話驗證 電話驗證完的時候 你還要輸入帳號密碼 啊 臉書登錄還要輸入帳號密碼 為什麼 看到 對 真的就是要帳號密碼 好 帳號密碼完之後 你還要去 去 去設定你的興趣 因為 根據你的興趣 我們才可以推薦活動給你 然後 設定完之後 因為你要交朋友 所以說你必須要編輯你的個人資料 如果你不放的話 別人不認識你 所以要編輯 好 然後這全部做完 說我們才能設定 當然 但 每一頁相信我有很多很多分叉 很多很多條路 對 這個我不一一解釋 對 然後 所以說他登錄流程十字 是不是很不到 那我就拿這個版 completely 所以我重寫 最近都在偶業 因為 不小心花到公司的錢出國 所以說我還要團載的 對 就是 把這邊就寫製裝我要測試 好 好 那講那麼多 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我稍微demo一下給各位看 好 那我先demo比較有感的那個UI的部分 然後我的模擬器好像掛了 等一下 不好意思 開一下模擬器 好 那現在ANGEL 它這個自動化測試工具跟ID 整合算不錯 就是比起過去來說的話 比過去要寫AND 或是寫Credo 去跑的話 它現在已經全部整合在裡面了 你直接透過ID就可以跑了 所以你也好用心 還算方便 還算方便 不要掛 只當墨廢定律 會出問題的時候 總是會 就是會出問題 精華耶 我在重開一次 對不起 我講那麼多話 就是為了這一刻 我講那麼多話 就是為了這一刻 我講那麼多話 就是為了這一刻 好 那我現在就跑 我剛才所說的 他的UI test 那就是他只測UI的狀態 所以說大家會看到 超快 比起一般的UI test 他就是 他還可以挑錯誤的 dialogue 網路發生異常 只是在過去 一般直接使用UI教本 我很難模擬一件事情 但是我在這樣的架構下 我就可以輕易的去模擬這些狀態 所以說超快 過去一個test case 怎麼樣跑兩分鐘 可是我現在可能不到一分鐘就跑完了 16個 test case 好 那我現在demon一下 他是unit test 那unit test的話 我就直接打一包全部test 包括那個API 所以說會稍微久一點 如果只是邏輯的話 那就是 一秒內就結束了 對 可以unit test unit test在ANGEL STUDIO 也是支援的 不錯 現在 看一下 卡比較久的API 好 那個邏輯就好了 秒擊的 好 好 以上是我的demo 那我用到控制就是Expresso Expresso 這是目前ANGELY的 算是Google推出了 算是目前最快的 UI test的Tool 然後MarkUberMarkito 也是Google出的 還不錯 所以那我要怎麼做到剛剛那些事情 所以說我這邊稍微跟各位說一下我怎麼去設計 MVP 然後以及裡面用到一些小技巧 OK 這個是我 我拿我這一頁的 作為範例 然後去畫一個 Cross Dybar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一般看到 Negativity 以及 Presenter 那他用到兩個model 因為這邊有Facebook login 所以用到Facebook UTO以及 Account manager 那當我測試 UI的時候 其實我只需要Mark掉Presenter就好 因為裡面的 完全跟我Exit沒有任何關係 對 我只要去 當我按Facebook login 我去驗證說 我的Presenter有接收到Facebook login的Messor 並且Input的正常 Input的正確 那 後面的話 我就是用Activity 去用那個 Tool login view 這個界面 去接它 所以說我所有Code的都是 這個View的界面 所以說我始作 即使我未來始作 不是Activity 我把它改成Fragment 知道它沒有問題 我後面全部都沒有改 對 我只要去implement這個View 我就有這個功能 那TestPresenter 我怎麼Test 那Presenter最難Test 因為他 他在中間 就是說每個跟他認識的人都我Mark掉 對 所以說 就要Mark掉 這三個東西 然後用JUnit 直接去跑它 那 在Android做測試的話 只有 因為一般 Android內建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種 Android Instrumentation Instrumentation test 這個東西是需要開啟模擬器的 但如果你把它改成JUnit test的話 你是不需要開模擬器 直接在JBN上跑就可以了 對 所以說 其實你要加速你的測試的話 盡量把所有能移的全部移到 Predent 或是移到Model裡面 所以邏輯在裡面的話 你就可以用 很快很快速度去 把它測試完畢 所以基本上你看我的Activity 你只會發現說 我只有 我那個 我那個參數除了View以外 就只有給Predent 然後做什麼操作 就是對Predent的操作 然後Predent再Callback給我的View 那Model就不用講 直接在Unit 對Model去做Unit test 好 這是一個初步的設計 我再舉個例子 說怎麼把邏輯放到Model裡面 那像我剛才舉的這個複雜例子的話 就是 哇好幾頁 那過去我看很多開發的人 最喜歡做的是 在第一頁 衣服 狀態 什麼等於等於多少 或等於等於Nur Ls 或是怎麼樣 然後就到哪一頁 如果 如果Fone等於等於Nur 就到第二頁 如果Interesting等於等於Nur 到 到信須頁 然後每一頁都要寫 對 或是好像 又比較乾淨的 會抽出一些UTO Anyway 你每一頁還是要去 去做這件事 那 而且那些 你去取的那些纏數 通常 要不然API給 要不然就是Global Variable 對然後你就全域變數 丟一丟去 完全改一改去 那 那 這樣 如果你把它抽到Model 就會有個好處 就是說 你所有的這些變數 不會 全部就透過這 我是 這邊我叫我 就有他來管理 他管理 這是他責任 他現在的那個登陸狀態是怎麼樣 所以我現在改成 每一頁去問他說 你現在狀態怎麼樣 他跟我說 我現在沒有Fone 所以說我就要去Fone 的頁面 但每個頁面有他優先權 所以這個邏輯全部都在這個 commanager裡面 對 我根據我的Model狀態 我來決定我現在要去哪裡 我所有邏輯都在那邊 所以我對他帶你測試的話 我這個頁面 而且甚至說 哪一天 我們的那個PO突然 突然說 哎唷 那個興趣 去擺 個人資料應該把他進去前面 哇 那之後 可能 如果到個人資料 前面幾頁全部都要去個人資料的話 那每個地方都要改 或是怎樣 我現在只要在那個 這個 就改Fails 就好 好 這是把邏輯抽到Model好處 不僅可以單元測試 可以少改口 然後還有就是最麻煩的部分 是這個 這個東西 你要把 Android平台 以及你的Serv-Party Serv-Party library 去抽象掉 那這邊就稍微舉個例子 就是 Presenter 看看剛剛用到Facebook Utl 這個Utl 是我 我做的 那 Utl再去補教Facebook的SDK OK 這樣即使SDK去升級版本 我怎麼樣 我都沒有衝擊 對 然後 並且我可以mark他 Facebook的Utl mark掉我就補兵了 對 然後 像 我們Android最喜歡用Serv-Party 也是到處get 只要context來 就到處get 到處get 到處put 對 但是你這樣 說不定 你的程式某個角落 偷偷put的東西進去 把你的東西搞壞了 你都很難摧死 對 那 你需要有個class 去 去把抽象掉 並且去管理責任 那API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怎麼在我測試的時候 不去call API 因為我們全部寫在裡面 API是new出來 所以說我有個API Cossar 我在API這邊有做個抽象設計 對 然後實作是華麗 那這個設計 我有做一點設計 那這邊不多提 如果有興趣私下再來問我 對 所以說我現在換 我API要換其他的 OK HTV 什麼都好 好 然後還有個 United最重要的叫Dependency Injection 什麼叫Dependency Injection 就是我這個model我用到所有 所有相關的一些東西的話 我要位進來 我不能在裡面new 因為 如果在裡面new的話 我就沒辦法mark了 對 對 就是Dependency Injection 然後在今年年初我有派一個 一個Dependency Injection Framework 叫Degg2 不知道有沒有人聽過 Degg2 Google出的 好 沒關係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查 看一下 雖然那個我講得很爛 好 然後這個另外一個範例就是說 我login presenter 我丟哪些東西 我丟了account manager 我丟了facebook 然後還有就是 Effectivity 偽裝成這個 2-rubic view 丟進來 對 所以說 我presenter就是跟他們三個玩遊戲 然後如果有人 想要嘗試TDD的話 那在Android開發的話 你要TDD 你就要先寫這個presenter 但是超難 因為你要先預設好 那個view的介面 還有你的model介面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寫測試了 對 反正真的 如果是真的 如果是簡單過 你可以嘗試看看 就是 Presenter first 你就可以停地了 以上是我的 簡單報告 那有人有問題嗎 可以找我討論 試一下 不好意思 好 OK 出色了 OK 出色了 OK 出色了 那其實上一場的 如果有連時想到問題 怎麼可以提出來 這麼棒的 為什麼沒有人想要呢 GTAG 想要什麼 在哪裡 沒有這個東西 有問題啊 馬正有問題啦 對對對 就是我剛好看你用 去寫在UI的測試 那你有用過 因為我記得 要automator 又有 中國又 出了點 對 不管他有什麼問題 那種 要automator 去寫過測試 有 UI Automator 有測試過 可是Google官方 是建議說 UI Automator 比較適合 那個 跨app 跨app 以及 黑箱 黑箱測試 跨app 測試 那 我本身RD嘛 我就不喜歡 用UI Automator 因為Expresso 又快又方便 我舉個例子給你們看 因為 他是直接 可以使用 裡面的resource 不知道你們用過 Expresso 等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 隨便看看這個 Account Test 我這邊 我對 其實 Test case 其實很少 那我稍微 改一下 Ped Ped Test mode 怎麼起來 人 人知道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Test case Test 那其他語法 就這麼簡單 Unview with ID 那這個ID就是我在層裡面ID 然後我要 perform 输入.com 對 對 是比較白箱的 對 對 那我去延正說 Pedentable被控補 那UI Automator 是比較黑箱嘛 你要去查他的 你要去看他 Counting Type 或者是 或者是 他ID 或什麼 對 那有時候 開發人員不會理你這個 SB2T的問題 對 好 謝謝 謝謝 有人問問題就是通常 謝謝 你剛剛不是有看起來 比較想問一下 因為這就是程式命 那 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 在一個新開發的時候 那之前的Unity Test都已經跑過 那要怎麼確保說 新的會上到舊的 後會壞掉 保證 舊的Test不會壞掉 原來舊的 就可能跑出來是綠燈嘛 但是可能我在 Enterview的時候 又壞掉了 又壞掉是指說 就是應該講簡單一點就是 在一個新功能出來的時候 那 要先寫測試 還是先做 手動解釋 呃 看你的信仰 有些人是信仰 有些人不是 對 但是 就正確來講的話 其實測試不 不只是幫你抓BUG 他就是說 剛才那個規格 假如我訂好規格 我所有程式寫完了 你怎麼去證明這件事 那我去證明說 你看我贏鋪得這樣 奧鋪得對了 我寫測試 我符合規格了 對 這是也是對 對於 自己也成是一種 保證交財的 對 有證明 那你說會不會壞掉 會 測試寫出來就是給他壞的 就是要壞的 你沒壞這個測試沒有用 就是你當你寫新功能 就是會一直 AGR就會一直 recycle 就是你紅燈 你要蓋綠燈 然後再寫新功能 對 對 以特瑞學開放 好謝謝 還有人有問題嗎 還我 沒有 還有獎金 宋哥有沒有問題 不好意思我想 比較有問題 我想補充一下 剛剛Dino先前講的 關於BrainTaster的事情 OK 對對對 就是RM這邊 設施測過了 然後隔了一下 又好了 這是什麼樣的問題 公共戰問題啊 或是 什麼樣的環境下 產生這樣的事情 那其實在今年 大概有一個Paper 應該是Paper吧 就是年初的時候 我大概看過 類似在探討 FrainCase的事情 那裡面的前半段 過程當中 大概就是在探討說 RD跟QA的 戰爭 大概在講戰爭這件事情 大概講說 怎麼樣的測試 你的測試方法不對 或是你的環境 你看我在我這邊 最常遇到的是RD 就說在我這邊不會 對不對 很常聽到這句話 在我這邊不會 即便在Paper 人家是這樣講 對 在我這邊不會 在你裡面會 為什麼 那這個測試到底是 你要Pass還是Pay 那 再來就是 為了減少這樣子的分枕 我先講結論 決定就是 RD跟QA是合作的 這是當然是無邊的定義 沒錯 那中間過程怎麼處理呢 他們處理的方法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做朋友 大概講一下 他們只是用了一個 有四個圈圈的概念 什麼叫四個圈圈呢 大家各位想像一下 就是我現在怎麼畫一個圈圈 然後中間上下兩個圈圈 然後這邊也做一個圈圈 想像一下就這樣 好 這邊假設是你的 CI好了 假設是這樣 CI 所有CI的測試卻物在這邊做 假設你今天100個Case全部在這邊做 做完之後發現 有一些 假設有 10條Case Fail 這10條Case Fail怎麼處理 這10條Case有可能就是所謂的FailCase的問題發生 就是在這個環境下不會發生 在RD的環境下不會發生 OK 那他們怎麼做呢 他們把這10條Case 搬出來到我中間上面這個圈圈 而這上面圈圈為什麼要搬過來呢 為了要獨立處理去驗證它是不是FailCase OK 所以把它搬過來之後呢 隔天或者是我一個cycle 就開始跑 那他們的定義是 我應該用的大概是5天吧 就是在連續跑5天 所以一開始如果在這個環境下 開始 然後再把它拉回原來的CI的環境下 繼續去跑 那如果有問題呢 就開始從這邊開始Trace OK 拉到在這個地方如果你看 譬如說call的問題 或是環境參數下的問題 在這邊改完之後 再丟回去 再放過之後再丟回去 那這樣還有一種狀況就是 拉到這邊之後 還有一些問題 那就是看 如果假設這個是 譬如說有一些新功能 改變了某些比例別 那這比例別的就把它 因為這個關係造成這個開始Fail 所以有可能是這個 TestCase會完整的 以後都會Fail掉 那它就把它拉到最後的圈圈 這圈圈在幹什麼 就是一個暫存句 暫存這些TestScript 全部放在這個地方 呃 Maybe有一點還會用到 I don't know 反正它就放在這邊 之後就不好了 那之後呢 如果還是在Fail 那原本還有一些 譬如說剩下三支 在這個環境下還是會Fail 還是拉到下面那個圈圈 譬如說給它放一個月 放一個月 再來處理說 我到底要修 還是不修 因為有可能有些Case 它是有 譬如說 這樣子的簡單的設計 邏輯 大概是為了 就是為了要減少所有Fail testing的 溝通上的問題 那大概這樣 這是我剛才給了 說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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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再接各位 那其實我講了這麼多 也是希望就是說 我們RD可以 像這樣子去做 每一層的單元測試 那這樣的話 其實 我們 自動化測試就是 為了要 減少手動測試 說實在 我覺得這是 我們最終目標 對 那 起碼你這樣測的時候 coverage 夠的話 其實 QA 他們也會 比較相信你 因為 UNITES 然後 即使在時間趕的時候 我們新功能 他們手動測 但是舊功能 我 如果你真的這樣測的話 我可以保證 幾乎 會再出問題的機會 很少 低很多 對 好 那 謝謝大家 剛剛 剛剛在來的朋友 沒有人 他提醒一下問題 然後 不好意思再 讓大家一點時間 剛剛有提到的說 先謝謝 謝謝 今天謝謝Dino 還有 Villian 他們兩個不同面向 其實剛剛 很多人問到 從 QA 講 因為其實 NESCOM的 定位從原來的 QA 然後後來 慢慢轉向 就是 TEST CALL 呢 那個 定位啊 從 一開始的 QA 然後 慢慢轉向 就是Test and Veneering 所以就是包含QA、RD這件事情 那剛剛Edwin他講的很好 其實就是RD跟QA是合作的關係 那事實上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聽過那個測試金字塔 剛剛Dino也稍微提到過 其實不同Level的測試本來就是互補的 從來沒有說RD下面的Unitas做得很好 然後上面的不用做 它的意義在於說下面那一層的Unitas要很多 它是相對的是那個Base要很大 所以我們M2M的測試就會在尖端就會做少一點 因為我們相信他下面做了很多的測試 我只要上面確認Integration的問題就好了 普遍的想法大概是這樣的 所以RD如果跟QA可以充分的做的話很好 那好 OK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對今天聚會的Tapic也滿意嘛 OK 那就給個掌聲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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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其實 這次應該大家有沒有一點點感受到 其實很多的 辦這個活動的人也都是Cakebox 因為總是要有個人做發起嘛 那其實辦這個活動 我是第一次辦活動 那覺得還蠻 真的還蠻花精神的 所以我們目前 呃 呃 預計是兩個月半一次 那其實也卡在說 如果大家可以輪流主辦的話 其實這很好 或是說 呃 有其他公司的人join 我覺得這很棒 所以如果 有人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我contact 這個是在我們可以上slack上面 可以跟我contact 然後 然後 呃 地點其實不一定在這裡 剛剛Edwin也跟我提到 他之前在摩士達 工作那個地方 也是一個很棒的場地 在信義區那邊 101 101 101對面 101對面 對那個場子更大 對 但我們需要 大家回去找更多人 才會 找了一 就住了那麼大 那麼大的場地 結果來幾十只 對 那 需要靠大家幫忙 那 呃 大家也聽到像第二個場 第二個Talk是RD面向 其實不一定今天公司內RD會有過來 那 各位回去可以share給他們 然後 呃 把他們帶入test corner 其實他的宗旨 就是 對測試這件事情 覺得他重要的人 就讓他進到這個group 對 因為RD跟QOL co-worker 然後 呃 再來就是邀寶的部分 那 會 Stack上面會有一個channel 叫Events topic 所以大家 如果你覺得 你想聽什麼 或是 你對哪方面有興趣 可以在那邊丟 那 我們 如果 累積到一定的量 我們要看說 我們是不是要辦這樣子 因為 一個是 擔心沒有talk 一個是 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來辦活動 這兩個要全能一下 好 這就是我想要講的東西 好 今天謝謝PickLodge K-Box K-Peace 然後 以及後面的工作人員 呃 接下來的時間就是 大家 自由交流 OK 然後呢 呃 我們這個場地呢 接用到 10點鐘 OK 大家把握這個機會 可以大家認識一下 上面這些人 你可以 對 OK 好 謝謝大家